大家好,今天是陳永靜,Bus,O和金英證券,零售研究部副總監李韻宜和Sonia 和我們分析大使 Sonia 你好,你好,Bus 剛才行指原先升得不錯,怎麼知道我們一開始節目就跌得多一點 原因何在呢?讓Sonia 先幫我們分析一下,宏觀的大使 沒辦法,A股跌,始終A股近期都是去高位之後,有些獲利盤出回來 今天也有跌勢,所以乘住A股的跌勢,港股今天開始有回調 還有要留意近期資金開始有逆轉,似乎Sonia 是幾明顯 由之前比較厲害的科網股份,開始獲利,去傳統股份 稍後也可以說一下,Bus已經準備了,直九四一 他準備了半年,由去年十月開始準備了,直九四一 我只是差不多認識 不錯 現在回到家鄉了,其實已經有賺點了 是嗎?我 我是50元上面 我有信心的 有信心的 合觀 市場大好友,我們都是 沒錯 我們看看它的股價,其實今天也不錯,走勢方面 而且近期的北水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們幾個星期之前都在說,我們用了一個題目就是 北水買些什麼股,就在追著它 其實真的很多人,很多北水都不斷買直九四一 我看回一些網上論壇,內地人 通常用什麼名詞去暗示這個國家隊的資金 是什麼? 國家隊 國家隊 國家就是三個字裡面,不是有個謀事叫國家 是呀 我看見人們這樣寫,國家隊什麼時候進來呢?國家隊 國家什麼時候進來呢? 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諧 如果怕寫 其實也不要緊,大家都知道 大家也知道 都是幫阿公打氣 美國反制我們資金自己撐,自己用的電訊公司自己撐 那也是真的,確是 內地的朋友都是用中移動、聯通、中電訊 佔比是多些 說真的,美國人誰會用這些中移動 他們都是用AT&T的,用自己當地的電訊公司 所以其實就支持股價 那圖表方面,是不是都比較帥氣 只看一隻九四一 現時來說,就在挑戰這條五十天線 因為其實你看回去年的十一月的時候 它上兩次兩日又回落去 那形態上,有一點叫做未有一個突破 那現時來說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它真的有一個北水的支持 其實昨天都有四十億錢流入 那不再計算 就是之前也分別都有數十億 那還有,我們不是只看錢的 那我們都要看,就是基本因素 那始終新一年,有很多的部門 都會出來說有沒有通告 今年定的目標 那其實十四五規劃都會是 將會是第一季的焦點 那之前其實公信部,它都定下了目標 那就是說去到2023 其實就是在未來三年 那究竟5G的發展是怎樣呢 那其實它都有說到 就說5G的應用層面方面會擴大 那將來就會有十個重大的工業 就是打造一個5G全連通的工業 哇,是不是很厲害 對,很厲害 就是目標有任務給5G要做 那所以就開始要發奮圖強 那之前5G停留在很民用的階段 大家好像想播劇,上網快一點就用5G 那現在就很明顯整個政策 都是扶持這個企業 那看來暫時來說 這個釋出的訊號都非常樂觀 是呀,因為其實如果你是用個人的層面 或者家庭的層面 其實你用得多少資料呢 那其實你涉及的金額其實相差很遠 那如果當你涉及到一些商用 那現在除了商用之後 他也都希望說連工業都有互聯網的一個平台 那其實當中涉及到一些數據的用量 或者其實你除了一個三大的電訊商之外 其實很多的公司 例如來香港上市的萬國數據這些 那它是做IAS的 那其實他們一些的數據中心 之後的應用面其實都會多了 那所以整個的層面和以前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我們3G去4G的時代 其實都是說好像電話費又貴了 那其實都是停留這個層面 那但是4G去5G其實擴大那個商用和工業 甚至乎我們現在說很多的AI 或者是說一些智能的一些駕駛方面 其實就完全是第二個世界 那我想其實似乎滾釀一個工業或商業的改革在這裡 那所以對於中國移動長遠來說問題就不大了 還有我覺得很多的變化或者很多的改革 都是要由企業或者國家去領頭才做得到 你做個人很難 譬如我們做一個短的研究 我想問一下你們是何時轉5G的 我想問一下 手機 操發我還是不是 我還是不是 你們都不是 那我轉了 我覺得 你有沒有不同的感受 我覺得很差 為什麼 我覺得很差 因為橋底是完全收不到的 譬如我平時是開App聽收音機這樣才算 我一經過橋底就馬上斷了 那很明顯香港某些機閘就鋪得不太好 那為什麼我說這件事呢 就是譬如近來大家在社交平台有很多醞釀一些改變 譬如Whatsapp又不用Whatsapp了 想用另一個軟體 或者app 接著Facebook又不用Facebook 又用另一個 那我在這裡可以延伸多些討論 在科網的世界究竟一個改變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呢 那有些朋友馬上說 喂 不是這麼容易的 但是記得那時候我們由MSN ICQ年代 很快又可以搬到Facebook 然後 過程之中又好像醞釀一些變化 又不是很久 但香港曾經都流行玩Twitter 但香港又不是很活動的 那究竟這些醞釀的改變 究竟可不可以實行得到呢 或者這些關於4G至5G 我剛才有問一下我其他兩位拍檔 其實你們都可能想看定些才更換 我深信你們一定會更換的 如果大勢所趨 但是很明顯現在5G在香港 此後來說都不是大勢 所以我就回到中聯通 中移動 或者中聯訊的討論 5G真的要有些企業做領頭樣去推 然後可能才做得到 如果要推就還是移動的 是啊應該都是移動 移動真的可以移動回到50天 移動平均線上 可能幫到增加一些 上到應該都沒問題了 你先信心 Candy就馬上說 883真的爽歪歪 上到8元 883真的要先信心 這個股份 我記得是去年年尾 我們已經看過 883真的 哇股息推送也好 差不多10厘 股值也低殘 有買要配搭 我記得是12月中還是12月底去推 我當不要最底部 不要認得這麼厲害 認得普通厲害 都在說6.9 6.8元 就叫大家買 今天如果聰明的話 碰到8元 很威風 我就想先吃虎仙 你也好 其實我只是說 但我還沒買 是嗎 為什麼 我去買一張就移動 你是大愛 你想分享給我們 up tv 財經觀眾朋友 感受到 贏錢的喜悅 已經很好 所以聽一下這個環節 有時候有些 你都講得明白 股值這麼低殘 如果拜登上場 又會解封 某些禁令有機會 還有股息是挺高的 如果真的派息 派得挺好 挺帥 那你都不去買 你去追三百多倍 PE 這樣就沒有辦法 其實今天有單新聞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其實美國取消了 現在短期之內 所有官員外訪的政策 本身就是想著 之前蓬佩奧 派一個外交官去台灣 現在都取消了 其實市場上 都好像覺得是一個利好 原來拜登還未上場 才可以做事 確保一些事 穩陣一點 其實也好 大家衝擊行政命令 或個案簽的例子 是否有另一個方法解決它 很開心 如果解決了 又上回50元 然後明成那些 又立一番 富士又立一番 可能有看得好些 還有講開883 其實都真的要 credit一下Sonia 所以 我也決定下星期 請一下Sonia 吃一下Lady MC 讓我請大家開心 最重要是有錢贏 還有看到OPEC方面 很aggressive的開會 以前沒有開會開得那麼密 現在逐個月開 令到油產量的控制度 以前三個月才開會 當然是流流鼻鼻鼻 現在老闆天天擾你 天天抓你開會 當然是看得緊一點 我對這個反而憧憬得大一點 而且始終883 就貼一點 國際油價一點 其他中國其他油公司 我真的不甘久痛 也不說他們的名字出來 這隻相對我都蠻喜歡 雖然自己就可能先走一步 想騰出資金 買其他東西 是不是 買些什麼 一會兒 我想問Sonia 有沒有水位先的版塊 不過除此而外 Andy馬上問過問題 就說 992 原想集團 有計劃 發行CDR 申請科創版上市 今天992 急升 沒有貨 Sonia怎麼看這個消息呢 他今天上去了 今天上去了 今天上去了 還有大家要知道 其實他講 其實有一隻都講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 我其實都由年中講到現在 上年年中 就是講一隻吉利 其實都是 他都是申請科創版上 但都有半年多時間 但現在都還等消息 所以其實他有這個消息 你說真的什麼時候落成 還有真的去到會是收集多少錢 其實現在都是 這個作價是怎樣 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所以我想 都是要等 還有這個版塊 其實真的升了很多 它也可 或者是小米都好 其實跟其 那個升勢都是很明顯的 大家覺得 我想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覺得疫症 無論是個人電腦也好 或者是手機的需求 其實就多了 但是要留意 那個疫症其實都會真的過去 我深信這件事 如果真的疫苗是有效的話 其實對於一些個人電腦的需求 今年有機會是放慢 或者其實 你用電腦不會經常轉 我想你都要用兩三年 所以換機潮其實 上年應該已經過去了 所以如果你說是992的話 藉著這個消息 我想真的要解僱 之後有機會回落回去 如果它既然是沒有貨 那我就建議 我就不會建議買 是 那放心 有一個問題 剛才想到 聽說滴滴在來 大家知不知道滴滴和聯想 其實有某程度上的關係 不知道 有什麼關係 滴滴出行 她的創辦人是一個女生 而她是柳傳志的孫女 我不知道會不會解僱這件事 那又怎樣 有派系 我想了解更多 其實就是 那個女生是拿著滴滴的 而她就是聯想老闆的孫女 我忘記了 即是可能有機會持股 可能一上股時已經大手賣 但她持股不是公司層面持股 我不知道 這有關聯性 不過滴滴的說 反而會衝勁他們合作 即既然是有關聯的嚴貌 應該是不關 吉伯利 吉伯利和伯道合作 成為吉伯利 吉伯利 吉伯利之苦力 有些機會 聯想再加滴滴出行 好 我們不如等她有個IPO嗎 有招呼書 到時再看看 剛才Sony也有說 1810 NamNam有貨 小米集團 33.5 我剛才記得 33.5 有貨 請問Sony人 如何看 要搜 始終兩個情況都要搜 首先 他們管理層也有說 希望股價去到上市 當時的價格是一倍 到了17元 乘以34元 其實在上市 這幾兩年 終於回到一個 水面得來 還升了一倍 其實已經初步 先到達她的目標價 第二 其實在12月初 其實也沒想到 升得這麼厲害 就是她之前發了一些 零式的航問股票據 和雜資之後 其實真的沒有跌過 但是如果由二十多元 去到這些水平的話 其實那個短線一個月的利潤 都有三四成 其實真的會有些和利盤出 我們很明顯 即是剛才都說了 即是剛才那一節也有說到一些北水 其實北水近期 其實是持股小米 金錢不大的 但每一天都陰一點陰一點 是的 昨天就 這幾天就差不多幾千萬 有一天就過億 這樣 不多的 但是你陰一點陰一點 所以你三十多元 賣其實是高的 但是你前景方面 我覺得問題不大 所以 我想你可以有兩個的策略 如果它真的會跌到五十天線 即可能二十八元 或者二十九元 這些位置 我建議你交貨 可以參考Sonia的投資建議 有朋友問1137 放不放好十二元買 我都走了 今天這一隻 之前十一元的時候 叫大家 我有自己寫的部署 大家 真的要走了 因為通常的事 就是抽一棍上去 就會第二天跌下去 剛才的圖表形態也是這樣 你可以很信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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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相信它 相信短的時間 因為 好像Sonia這樣說 我覺得疫情真的會過去 只不過 今年特首跟你說 新年的時候 大家平靜安穩 這樣度過就算 但是我深信 農曆新年之後 其實很多的 叫做防疫措施都會解封 很明顯的一件事 我猜都不是很秘密的一件事 我猜都很怕香港的一些市民 回到內地過年 即是香港的市民回到內地過年 內地又怕 香港的市民又怕 大家都怕 不如我用一些限制的 policy 去限制著大家 譬如今年新年不要回到內地團聚制 可能要滯後一點 三、四月 可能等疫情或疫苗出來 沒那麼嚴重才搞 所以我自己科私營 二、三月左右一定會放寬一點 如果不是 其實很多行業都未必能捱得到 捱得到三、四月 所以一定會放寬一點 在農曆新年之後 所以 港市很明顯受惠疫情股 很單純 今天出了消息 黃先生說 不能搞花市 我就搞 不知他網上虛擬 就吃一集網上花市 又可能自己租一些地方 然後再搞 我不知道真正怎樣去execute 但是 HKTVMORK 今時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做到一件這樣的事 可能大家都有做逆境廚臣 可能說 200元買一塊虎頭扒 說真的 人們排隊 當公展會 每個人都會進去買 我們正常買一塊 虎頭扒要五、六百元 那你兩百元一塊 那些人冒著寒冬都會買 我猜都是這一類這樣的方法去做 所以 香港電視短線我看好一點 但是 你也猜 就算你看好你也猜 賺了 賺了就猜 通常這些 我都覺得 不要抱有太大的感情 對股票 我自己也覺得 希望大家都賺到錢 最重要 有錢落袋 HAPPY HAPPY 接著就到Sondia的時間 669 115元有貨 上網幾多 Morning Star文 創科實驗 都高位追進去 其實高位都是很高位進去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這隻長線的問題是不大的 因為大家其實都駁 它今年的盈利增長還在 還有其實近期來說 它的供應商的訂單 其實增長都比較明顯 所以大家覺得 其實它今年整體的復甦 其實都會繼續有 還有它現在旗下 其實都分了很多不同的品牌 在這樣的策略底下 其實大家覺得它的定位方面 其實都不差 所以之前有很多 叫做大行對它的看法 都是比較好 還有集團之前 因為始終年頭很多時候 都會定今年的目標 那它今年的目標 除了定位方面 繼續是 叫做有個分 叫做有個不同的class之外 它都會擴大它的產能 去增加它的market share 那我自己覺得 你太高位賣 那我自己覺得 你可以設定指站位 我們用純粹的圖線去看的話 近期它的環境區 大概就是105至115 剛剛它頂位高 就追了進去 那10元 那你上網 就短線來說 就是125 可以看一下 那LamLam繼續問 9618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346元重貨 重貨 即是有幾球在手 重貨說 重貨 三四六有貨 那今天都 是不是叫做 其實就是現在這個位 是 不是很懂得看 我都要 又是申報的時候 我又有持有 是 你是這樣的反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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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有一隻 我也要申報 其實這隻大家 可不可以拆博它入淹藍 淹藍 對 但當然不是這個位 不可以 淹藍 反而她的兒子比她更容易淹藍 不過她的兒子 現在 因為她第二上市 她都未放寬過限制 她兒子剛才的圖表橫行 可不可以吸一吸 反而我覺得 即是 即是製片是收貨 收貨等待爆發的格局 即是六六一八 然後我又要申報 我又有 其實 我是比較喜歡京東 因為始終阿里那些 我就要沽了 因為大家都要明白 始終資金 真的會比較容易 由阿里去回京東 因為始終 發展的空間 可能她最近來說會大些 在風眼裏 壓力始終 而京東健康 不是 我先說京東集團 因為這位朋友 三四六重貨 今年還有一個好的因素 就是她繼續拆卸 繼續分拆 分拆就是物流 其實市場都是焦點之一 我相信 在第一季應該都會有相關消息 那一刻又會再炒上去 而且只要美股向上的形態不變 其實他們在美國都有上市 其實都會有幫助 而且e-commerce 剛才也說了 其實都有一個資金的轉換 其實有些真的由阿里轉到京東 也會比較明顯 所以你看著9618和9988 現在可以馬上展示給大家看 9988其實是弱勢很多 你看到 今天升了2% 好像Bruce那樣 我們這個公司很多人都有9988 我相信路透街 可能外面留下保安 郭哥都有 真的要看一些位置 我覺得9988 沒有辦法 其實我想要轉 當然你現在這個位置轉很尷尬 因為一個是低位 一個是他自己的高位 其實都比較難 設定一些好少少的位置 如果9988 我覺得上到230元 要離開 那些是否好像未找到馬雲 雙中雲 我覺得他應該自閉上來 我們再看看消息 最近好像真的 我覺得他不是被人背了 我不敢說 我問找不到 我問找不到 既然這麼多人自播 他可能自己其中一個豪宅裏面 做休息一下 好 好 正所謂休息 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希望真的可以帶我們的阿里巴巴 殺出重圍 可以回到250元 我覺得現在所有有錢人 都比明星更加明星 例如朱克伯格 Tesla老闆 他們是明星 Tesla老闆一叫你轉一轉 他現在又是火風眼畫 又被人嚇張 就像是非常誇張 有些人都難做 那我不行 我未試過做有錢人 我未試過 是我不知道是多難做 你這樣說得出 阿Buz真的有點失力 我有些錢真的有 我希望 其實他不覺得說出的股 他都有 他說真的記者都持有 我的那些 持有後短時間 我都要摸 我都要摸 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買是別的東西 但他是長渣 沒想到 不是,有些只是下去之後走不到 不過九哥八百我也減了磅 其實要減的,轉京東比較好 其實你不要說只是我講 最近也有很多行,把京東擺在整個互聯網版法 擺了它做首選,當中講到就是高盛 其實高盛也是一個比較指標之一 他也有講,在很多零售層面方面都有佔優 當中包括電子、電器、超級市場 還有它制約,即是6618 其實都令到它在零售網絡已經很全面 所以它似乎在直銷和市場的模型方面 它的供應鏈其實都做得很好 還有要留意,其實京東始終它是坐貨的 所以過去幾年其實它是虧錢 這幾年就轉賺賺資,margin是很低 對於亞利來說,margin是低很多 所以只要將它的商業模式學少少亞利 將margin可以延伸的話 其實就是未來上年和今年的故事 我至於覺得我都頗接受的 所以我都會繼續持有 雖然你是重荷,繼續持有 但當然去到300元這些位置,扣一扣 或者可以鑽到我都覺得好像Sonia 它很容易搓的 真的有機會 我心想它會不會在這些位置有支持 50天線的時候 會不會呢 但它如果50天線都輸 其實不奇怪,因為它搓到很恐怖 你看著它11月的時候,其實我都打了一個疊 它可以兩天由高位跌到300元 其實它的波動是會比亞利很多 之前也有說過這間公司 就是我們都比較喜歡用市值去說 因為它剛剛才轉賺資的公司 它的PE 一定是相對上比較高 它市值,如果之前亞利就算跌到現在也好 有48000億 如果看京東香港的市值來說 其實是一萬億而已 一個48000,一個一萬 所以其實你看到就是 如果我從市值去看的話 其實京東都仍然是undervalue 所以我就會這樣去看一看 好,那大家部署一下 剛才Sonia的中份11珠 問一隻1717,我們可不可以跌上一點 我忘記它買入價是多少 即是奧優,剛才有問過一隻1717 不緊要,我們先按一下 看上一點 那些跌不到的 是嗎? 我是按手機的 是,好好好 因為都不想錯,因為問題太多了 很快就已經滑了下去了 而小弟又有些老化 又有些失智症 然後開始不太記得 我想看到一隻,不如我們先問其他 9600這個是不是 你先說下一隻 其實我也看不到 你也看不到 我也看不到 年輕人這麼多,怎會看不到 好,我們問一隻 Teddy 問一隻2038突然升 2038是甚麼來的 甚麼?富士康 好 他突然升,說他跟吉利有合作 對呀,一匹吉利有合作 然後叫甚麼?吉康里 對,吉康里 嘩,轉得很快 對呀,大家要弄一下食字沒辦法 有時起題都要給點心機起題 再回答多一隻,集隻6690 還有FORCOLIA 問一隻6690 又申報 為甚麼我經常都要申報 這隻多厲害 這隻多厲害 可以自家 這隻多厲害 以半身股來計 對呀,只是圖表 同樣是逛了十天 十幾二十天 這些股市交易日 他真的全線上去 譬如之前南月亮、農夫 那些都沒有這麼漂亮的形態 出了來 他介紹形式 對呀 我想他也沒有蟹貨 有些不同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他之外 今天你看回全部家電股份 都是升了很多 昨天的921 今天的國美 其實今天都升了很多 哇,國美? 493 對呀,很少說 這個十年前 很有開心的 很嚴重的一個錯誤 差點一層樓都沒有了 493 所以有時有些商討 稍為一起 連號碼都馬上記 不如這樣吧 喝一口水回來 就說說說另外一些辦法 因為我知道Sonia也做了一些功課 大家的辦法輪換的時候 有些什麼舊經濟股份 可以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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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 別視刻 可以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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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少和工俏 要一 JES 快成為大家 なので 今天的財經焦點 今天有很多消息 嘉賓的分析 你要退的了 你沒理由保持著他 當然還會解答你的投資問題 其實自從第二季開始就很熱 星期一節 港股交易日 早上九點三 我有指尾和你開始優先看 我們回來了 1717 稍後再找回 回答了一隻可以自家 有觀眾朋友問 6690 未有貨現金 可不可以進去呢 Sony人繼續交給你回答 我自己覺得 先低一點 我想你可以在32.5個位置 因為近期來講 升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他要休息一休息 其實如果你看回集團 其實近期是以了介紹形式上市 之後其實也有很多大行出來 寫了一些報告 其實大家覺得他的看法其實都是比較好的 自從是Privetize 了1169 之後他就再Pack 再注入其他資產進去 然後就令到他那個股仔 或者叫做發展的空間 大家會覺得是更大 我自己覺得 現時來說 可以32.5個位置 才作為買入 前景方面其實就不差 因為大家可以看著 他也好 或者是其他公司也好 例如像 內地上市美的 近期其實都是記錄高 所以如果將這樣的PS 去比 他的股價更便宜 所以就可以看一下 Sonia 都預備了 我們今天都說一下鐵路股 就是板塊輪動 有些板塊好像去年都沒有怎樣動 今天是不是都可以後一後呢 因為不僅講股 其實美股都走回舊經濟股份出來 最近都 有一個 譬如早兩天 他炒回福特汽車 十幾二十年沒有炒過 說他只是關了某一些廠 我不記得是哪個州份的廠 就關了 還有巴西有些車廠 關了 然後似乎股價上升 那些開完節流東西 又關到事 這些股份實際沒有升 那些股份 不知是否反過來 講股方面 都可以追求一些 真真正正超落後的板塊 或者很少人提 其實去年年尾都提了 資源類的板塊 就是說 現在這麼多的板塊 暫時沒有怎樣升 可能只要看教育類股份 我真的覺得沒有怎樣升 物管去年尾都升過一陣 或者內房股 可能都有少少微微的升勢 但今天就專注講一下鐵路股 是啊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都有講過鐵路 但去年還是歪一個時候 其實都是低的 但始終那個升勢未明顯 那時候都有講 就說它先升了 還要確定在低 因為之前我們如果看著 中鐵、中車 其實你看著股價是一浪低一浪 很多時候RSI都在配合 但未確認反彈 我們都是不敢買 但到這一刻開始 為什麼會這樣買呢 我們想買它有少少的原因 就是首先真的駁中美關係 是叫做 緩和 因為 其實始終大家知道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其實美國政府真的下令 無論是公民有可 或者是他們清 就說跟中國軍方相關的公司 哇 中車升11% 是呀 很誇張呀 還有你看一下 現在是2021年 哈哈 好厲害 還有你看著這隻證股 好厲害 拍手掌 首先就是 如果這件事真的叫做緩和 我們看到好像 例如中國移動 或者剛才說的883這些 開始升了上去 那麼他們都是 叫做被 又不要說制裁 因為有些其實跟他沒有公司有關 跟他沒有關係 那麼 哈哈 對不起 我笑了那個吉伯 所以其實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其實他們今年有很多會A的概念 如果大家有看消息的話 首先這隻中車時代 其實說了一隻豬州藍 即那隻3898 其實他有機會去科創版 是呀 但我麻煩你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這個 是3898 這個版塊 即是中車 藍車 衝車 真的很久沒有 藍車時代 以前是豬州藍車 即其他豬州 那他又回A 另外就是中鐵建1186 其實他亦都會回A 亦都上了科創版 他會拆他的鐵建重工 就去上回A 其實我想他們有機會快些 因為其實內地想扶持他們 還有就是說他們回A 首先就是他們拿些錢來做什麼 有機會真的 如果上得科創版 其實是創新的為主 他們本身現在是做 現在是做鐵路 做硬件 但之後其實會不會 他真的做相關的一個系統 其實不知道 因為我們在上一節也有說 現在是進入一個5G商業的時代 商業時代 除了駕駛一些商用車 有一個智能駕駛這些情況 其實現在整體的鐵路 都有些是自動駕駛的 但未成熟 即是無人駕駛的輕軌 我猜他可能有機會推動 但這類機件 之前不是都擔心內地 債方面都重嗎 所以他就要發 所以他就要回A 其實他現在集資的方法 其實就不多 但如果你說 我真的發行一些股份 去A股的 那不多 其實中車時代都說了 大概是撥2.4億股去 我當你 13% 其實是需要錢 所以你就要發股 你發股也好 發股也好 發債也好 你有錢也好 你就做到研發 當你做研發的時候 其實你的網絡就會成熟 其實這兩間公司 我們畫面上下面這兩間公司 他一有這些消息出 其實市場開頭還沒有反映 因為這個絕對不是今天的消息 但是沒有你的市場 然後拿回這些公司出來 市場就會慢慢去評估 究竟他們上去的股值 以及你集到多少錢 這樣會分析下去 真的錯失太容易 這些股份真的按得太容易 其實我自己的心 雖然我真的沒有持有 也看到現在人們升十幾% 很羨慕妒忌和疾度 但其實我心裡是想著14.5元 原來是想著推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你國家真的要泵水下去 你真的要大慶肚目 看看怎樣大慶肚目 我覺得鐵路板塊可能真的 真的很想做一些事情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 究竟是能拿到哪一隻股份 中車時代電器 還是中膠件還是中鐵件 我剛才隨意拿到四五隻出來 或者再傳統一些 中國中鐵這些 唉 難一點看 我自己真的不熟悉 要溫一下樹線 太久沒看了 這些板塊真的 對上一次看已經是高鐵 可以不知怎樣 在北京可以 不知離香港很快的時候 才炒過一圈 那時候有看過 但我真的不熟悉 其實阿O來講得對 因為始終今年是14.5規劃的第一年 其實整個城鎮化的建設規劃 應該會放在投資範圍裡面 還有要留意 其實阿Busa有說 他們未必夠錢 其實以前有說過 會有基建的VSC出來 但現在還未批 但其實他真的想要錢 要錢才會有興建 所以現在的技術才會更加成熟 我想整個資金 將會是基建發展的看法 如果你說我真的買什麼 因為中車和中車時代 真的今天升了一成 我們看看圖 低位都反彈不少 我們看看中車 嘩 嘩 四成我就不會追他了 說真的 低位升上來差不多四成 三四成 如果落後一點 都有回A的概念 我會選擇1186 因為他都會拆他的子公司重工上去 即是中鐵建 對 第二個我會選擇中交建 雖然一帶一路 現在好像慢了 大家都知道投資的金額 或者那些項目 其實都是比市場預期之前為少 但其實如果之後真的要發展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大方向 今年其實 上年受著疫症的影響 其實很多項目都停了 但如果真的之後 疫症受控 其實一帶一路 都仍會有個發展空間 的話 10000是落後 所以我會 這兩隻 我覺得升幅不算好 即不多 低位反彈上來都不多 我會首選1186 然後次選就是中交建 喜歡一些建設股的朋友 或者鐵路股 鐵道迷 如果用日本去形容 一定有捧場客 有粉絲 其實只不過我們少看 還有這些一開車 就真的高鐵這麼快 所以大家可以多做一下功課 轉個角度 又回答觀眾朋友的問題 有兩個觀眾 嘉嘉和Nicola都問 9988 做甚麼? 剛才我問AIG的問題 好 好 謝謝 1717 13.2仙有貨 13.2仙? 是 13 你當是13元吧 好 跟現在差不多 是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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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絕對是很落後 大家可以看整個月夜版塊 其實它是落後於其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也有說 今年是年初 管理層會出來說話 它今年將銷售目標定了 不算很激烈 因為它當今年的銷售目標 增長大約兩成左右 還有它有一個配方 因為它發展集團很有趣 它除了牛奶之外 它有一個產品是羊奶 但它的羊奶原來不太受歡迎 哈哈 糟一點 糟一點 我不知道 沒有喝過 羊奶其實是為甚麼用 牛奶都說是小朋友 骨落那些 也有人不照喝 當是一種帶代品 是便宜一點的 是便宜一點的 即是說羊奶好一點 我不知道 我聽過駱駝奶 蛤 他們這樣 有啊 我有聽過駱駝奶 即是Dubai 是收訊來的 如果你去玩的話 是呀 是呀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樣去解求 不過 現在好像 悶一點 這隻 因為它就是說 牛奶沒有問題 但是它羊奶的 所以它就說 哎呀 又不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它 今年要有個部署 因為其他全部製造牛奶 不是 全部製造牛奶 其他的銷售不差 但它突然有個產品 做得不好 買萌牛 每個人都說 萌牛強勢股 年頭有機會升到年尾 好像說得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 又再加上澳洲 澳洲那裏 跟中國關係不是很好 輸入又沒有什麼輸入 好像真的有些 有些計仔 還有品牌效應很厲害 大家看著 其實現在都是追龍頭 所以它很尷尬 如果回到觀眾去買了澳幼 現在沒有辦法 你真的看著其他星星 它是要追落後 管理層都說 它有個產品 不太好 它要做點事 但絕對不是一時三刻解決 所以我想 你唯有等板塊升上去 它最落後的情況下 升到13.8至14元 我建議你便離開 可以留意一下 要等 講到北水 我有個問題 想問一下Sony 近來北水買開什麼 騰訊 中國移動 還有剛才說的中海油 這三個買得很多 明白明白 這三個是掃找一些大東西 對 很好 明白 還有一些什麼 其實有一個 那個五五 買了一隻海底露 其實它的朋友 五二零 北水也停了幾下 由去年到現在 其實去年我印象中 它四五月的時候 大概有百分之四至六 現在應該有十七度 現在四搜五十天線 但現在形態上跌下來 所以我都要看一看 這隻也是我的視線 但回看海底露 其實北水不太買 很奇怪 北水寧願買只有五二零 大家參考一下 九九二二又怎樣看 九九二二 九九二二 搞沒有搞 黑北水都是外股之一 但就未去到 剛才五二零那麼誇張 即沒有那麼多持有貨 我覺得今年 這些都是要等低位才賣 因為你看得到 海底露也好 或者剛才說的 黑布也好 其實開始有些壓力 他們都分別回回自己 差不多二十和五十天線 我覺得他們有機會回回這些位置 那不心急 我就去回二十元這些 再去看 因為二十元我覺得 他應該會搜到 因為之前就兩個頂 可以說三個頂 一升穿就去到兩成 那我想他回二十元 我會再看一看 很誇張 狗毛狗 即是做了一個底部出來 今天一按就按上去 很漂亮 一會又穿二十五元 又再爆上去 好像吸貨的感覺 好像形態上比海底露還好 海底露還不行 海底露還不行 很慘 十二手 這麼喜歡海底露 又喜歡到十二手 還有股東好像說會減 麻煩一點 哦 你都是現在這些位置賣 那你做到可以 如果你說你先減一減 你有十二手那麼多 你怎樣都先減一半 那你坐得會不會太害怕 還有現在都很關鍵 就是你如果股東在兩三天前有機會減 那其實真的他在六十五元開始負責 那你都心中有數 就是連股東都覺得這個位置差不多要沽 那你現在又不是說兩手輸 因為其實跟現時的價格差不多 那我覺得你只要不是那麼重貨 那壓力沒有那麼大 那你先沽一半 留回六手起手都可以 好 那今晚有個觀眾呢 其實又飛上去被人掩沒了 他又問開有一個Oscar的朋友 叫做呢 他說想問十六 我們講了那麼多中資股 講港資股 他就很想買 他說他看了很久了 留意了很久了 想問桑莉亞的前景 給他一點點意見 為甚麼買呢 即是探貨 新紅機是否和 所有不要計算 其實是否就是新紅機 不是 新世界 鄭先生 但又不是 我不知道 如果給我 我覺得可能他派息那一刻 我就會收一息 覺得不錯 但這一刻我覺得 不是最好選擇 而且我覺得他沒有Catalyst 他還有甚麼 令到他的股價再向上 低息 反映了 那你搏就是 那個 即是 本地的地產市道不差 其實一向都不算很差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你這隻不需要深入 你要買的一百元留下才買 是啊 那麼 再回答很多問題 305 兩個九號八有 那麼 走還是留 Nicola 我不 大家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就會走 是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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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況就是 汽車股份 其實我當然都知道 其實他銷售不差 即他旗下的一些新能源 的銷售 12月來講 他還拿了領域 即他還跑贏了Tesla 和比亞迪在內地的情況 其實都很厲害 但 要留意一下 今年其實很多的 即OEM會出新能源汽車 所以其實整個市場的競爭 是大了很多 雖然那個餅是會大 因為其實之前 成聯會都有講到 就說 今年的新能源汽車銷售 他預計 岸年會有三成左右的增長 其實是好的 做大了 但多了人來分 所以其實他 踢過市場的領域 我想去到今年首季 應該都 開始就 有一些壓力 還有要留意一下 他雖然是 銷售很厲害 但原因就是 他的價格很便宜 其他新能源汽車 可能是十多萬一架 幾萬元 所以你一定搶到市場 但之後 原來消耗電池這麼快 那麼快又要再充電 開始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基本因素 大家都知道 我首選不是這間 所以我建議 可能要走一走 所以說到 新能源汽車銷售 剛剛前幾天看過 一個表 最好買的 反而是長城 2333 對 因為他有一個 黑貓白貓 都頗厲害 我覺得是 他又不是說 跟那個 305個架 同一個競爭 但是 價位較貴一點 大概十萬元 但是那個就更加 適合更加不同的買家 他那個黑貓 我印象中 他的十萬元 不用七萬 也有 那個很可愛 我都不敢開 黑貓我看見他的樣子 很可愛 白貓就OK 但如果你說550 他直接說三萬元 好便宜 真的好便宜 但其實你知不知道 如果計算那個車 就是他由中環駕駛到 你當是元朗 他就死 即他就沒有 即他就沒有 明白了 那個續航力問題 所以你就看看 305究竟去得多遠 股價和它的續航力 應該是相負相成的 Nicola自己 注意一下 風險慰納 有朋友問 小米和吉利 多少錢可以入環店 剛才也申報了 先說一下小米 小米 如果要買的 我覺得北水 近期不算很支持他 所以我想要大家等 剛才也說了 其實他對於上市的價格 已經升了一倍 我想短線也要休息一下 我想如果買入的位置 30元留下 可以作第一轉買入 我想這隻公司也要分住 因為始終真的升了很多 所以我想你第一轉可以30元留下 可以部署一下 至於這隻175也是 其實你也是 你看著 資金輪動 我想套一些883出來 買下這隻175 可以駕駛久一點 這輛車 黑池 可以嗎 我覺得沒問題 不過我想30元留下才買 我比較保守 因為現在升了這麼多 我也想保守 但我怕股價不肯保守給我 我也想30元 我怕他上去 我買不到 那你不如先買一手 然後再去想 如果有些投資者 本身已經有貨 我就不介意30元留下才再部署 30元留下 好 Cathine問這隻1766 要不要去308有貨 哇 308 好厲害 不錯 都升了兩成 短期內 恭喜你 有信心 看你對這個辦法 在我們未 我猜是 偷那個反制解封 那一天 不僅是三個電訊相升 中車、中交建 都有得上去 我估計是那一棟賣上去 現在又再領放 很英俊 Sony又怎樣看呢 很厲害 但我想到這些時候 可能要吐一吐氣 如果你說 我再搏到 例如十四五規劃 如果預計可能在第一季 即第三月可能要開會的話 我想他今年的第一季 其實是有幾個 catalyst 第一就是十四五規劃 看看會不會有些可能性震化 或者整體基建的項目 目標是好的預期 其實第一個有幾個會升 第二個其實就是 他在三月的時候會公佈上年業績 大家覺得業績應該不差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要留意 他近期都公佈了很多新的合同 其實都比預期好 而且他最近公佈了一個訂單 因為以前多數一拿的訂單 就是過去的收入幾個百分比 或者零點幾很少 他上一次拿了二百多億的訂單 是差不多 他上年的收入10% 很誇張 年頭已經有一份後禮給他 所以大家覺得他的盈利增長 比其他人來說應該會有驚喜 所以我想今年的第一季 他容易解僱這些衝勁 你有貨嗎? 看你多不多 如果多的話 我會建議你離開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就是放置藥 如果你說我不多貨 我會建議你好住他 有朋友問968 現在要不要離開 信義光能 估計都 如果說走這個字 好像都有點捱一下架的感覺 不敢說大家要坐艇 但是這一類光復古板法 連一來都有一些下調的跡象 那麼中場線會看好一點呢? 中場線會看好一點 其實近期 因為始終福耀玻璃 他配股 他拿了些錢回來 其實就是想 瓜分了一些光復玻璃的市場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樣信義會不會 信義光能之後 在光復玻璃的市場 會有一個競爭者 其實就擔心這件事 所以他在高位就會有回跌 但是我想其實不會 因為你拿到錢回來 其實你不是說轉一轉 你的產能就立即可以做到 你當中其實你涉及的技術 其實都要時間去磨合 就算你說瓜分到市場份額都好 我想最少都真的要看多三四季 所以今年未必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上一次好像都有說 其實他也是定了今年銷售的目標 以及他的產量 我印象中他又說到 市場的增長 由現時來說他已經佔兩成 他希望之後兩三年去到三成多 其實他很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 如果你說我當你高位賣的 那你繼續保持住 如果你說我低位的 那就分住去獲利 長線的看法我反而覺得沒什麼問題 好 不如快速回答3690美團點評 現價買一轉短酒 怎麼看 因為今天跌穿了三百元 這段時間大家都很疑惑 究竟他想怎樣 因為蠢蠢欲動 估計美團也有很多粉絲 對呀 但最近北水沒有粉絲 很奇怪 買又不買 沽又不沽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就算700也好 近期北水買入 每一天都有40至70億錢去淨流入 但美團不知為何不上榜 上海的投資者不愛他 深圳那些也不理他 我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我想近期可能 既然都沒有資金買他 我就覺得不用 你現價買了沒有 你未買我不建議買 即有機會可能會再向下調 對呀 如果再向下調 其實他的技術形態已經很難看 你比起其他公司 其他有些五十天線 二十天線支持 他反而股價不賣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和部署一下 可否偷Sonia一分鐘說一隻美股 好 想說DDOG 因為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Datadoc 這隻股份 Datadoc 說的時候就約90元 昨天都升了上去 升了105元 105元 106元 我差不多了 可以先沽了DDOG 就是Datadoc 那他做什麼呢 就是幫你守住Data 大家現在都經常說 909 SARS那些做雲端概念 他就好像有隻狗仔 幫你看著門口 看著你的雲端數據 會不會被人偷 這隻看門的狗仔 要減少少磅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獲利的話 就恭喜省股物 可以再部署一下 究竟會不會再有機會 升到110元 都短期有機會 不過如果你說 90元跟你部署 十多二十元 都挺開心 可以換馬換回迪士尼 我都頗為喜歡迪士尼 近來 美股都是 新經濟股份 都輪到舊經濟股份 迪士尼都是可靠之選 乘著 香港接下來 好像五天之後 就有Disney Plus 都可能會有些充氣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幫到手 大家可以做這個 轉換在美股和港股 都希望幫大家 賺一下錢 過個肥鏈 那就開心 好 剛才Sonia也有說 一些股份 持有的 他也有新報道 也有說到 希望大家也賺多些錢 今天非常多謝 金英證券 零售研究部副總教 尼雯宜 Sonia幫我們分析大事 謝謝Bruce 謝謝 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一節會繼續解答 繼續留言多次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